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的执行长吴中勋 生技中心在经济部技术处长期的支持下 致力于生技研发及产业的推动 利用多年来建立了新药临床前开发的能量 串联产 学 研 医等能量 形成一个扎实完整的生技供应链 协助学员界将各项顶尖技术商品化 此技术系列影片 特别精心选出目前生技中心重要的关键技术 介绍给大家 例如 采免OCL ADC 药品 CART IPSC 细胞治疗 QC 蛋白质药物量产平台 Protect 标的蛋白降解等等 期待这系列的影片能促进研发及产业合作发展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各位DCB的伙伴咯 大家知道每年全球销售前十大的治疗用抗体药物 大多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吗 那今天邀请了生技中心生药所生工组组长滕博士来解说 嗨大家好我是滕昭仪 今天来分享QC 蛋白质药物量产平台 刚刚小博士的问题大家有解答了吗 答案是来自可爱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哦 大家可能不知道目前绝大多数的生物之药 和现在很热门的新冠疫苗是来自64年前的 中国小仓鼠的工作成果 195年代科罗拉多大学的遗传学家Dr.Zildo Park 成功从中国仓鼠卵巢的组织分离出上皮细胞 并成功可以培养成无限增殖的细胞株 也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臭细胞株哦 细胞无限培养增殖是发展生物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后来科学家又进一步将臭细胞可以变成 巡浮培养让细胞株很容易进行大规模的培养放大 降低生产成本 因此臭细胞成为生物制药界里面的重要标配 那请问臭细胞有多少市场商机呢 根据Fortune Business Insight预估 全球治疗型单株抗体市场 在2027年预计可达三千五百亿美元 三千五百亿美元 有八个零哦 你们可知道吗 全球生物药品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名的 类峰四星、关节炎、肝险等自主免疫疾病的 TNF单株抗体Humira 光是2020销售就高达198亿美元 颈椎在后的是 PD-1免疫检查抑制剂 Kisuda单株抗体 其销售额为143亿美元 这些中药的抗体都是在秋细胞中制造出来的哦 秋细胞株不只用来生产抗体药物 举凡目前最夯的新冠疫苗 有很多也是用秋细胞作为生产品牌的哦 这么说来 称秋细胞为细胞界的网红 一点都不为过啊 那到底要怎么生产出一个很厉害的抗体药物 或是重组蛋白呢 诶 你很会问问题哦 那我们请我们团队里的 杨靖仁、杨博士来为您介绍 嗨 大家好 我是杨靖仁 那你们大家知道吗 要生产一个超棒的抗体药物 需要几个特点哦 那第一个 我们要有好的秋细胞毒 那第二个呢 我们当然要有快速的生产效率 第三个 我们要好的团队 那当然第四个最重要的 我们要很神秘的肥养机 可以让我们的秋细胞 产量好 然后也深长的头好壮壮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设备 它就跟我们的兰保肌一样同等价值哦 听起来很厉害耶 告诉我你们到底怎么做的 那利用细胞工程改良秋细胞呢 使我们秋细胞现在有稳定的高表现度 可以维持它高的存活率 那让我们本身就一直在起跑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为秋细开发了最次的载体 跟培养机 还有连续式制成 连续式制成 听起来很威耶 跟传统制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错 连续式制成真的很威 我用一个珍珠奶茶的例子 来跟各位做解释 传统的制成呢 就像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 那你每喝一杯 店员就要摇一杯给你 然后呢再洗完器具 再摇下一杯 那每一杯的口感呢 都不太一样 且耗费时间 那连续式制成呢 就像一条自动化生产的产线 它每一杯都是同样的标准步骤 且源源不绝 连续式制成呢 它的产量可以提高八倍 但是呢 人力跟材料都大幅的下降 目前呢 我们已经申请了14项多佛的专利技术 加上我们一流的团队 让目前QC平台具备 国际的水准喔 那小松问 那是不是很贵啊 是不是很贵呢 这个钱的事情呢 我们就交给滕博士来处理啦 会不会很贵呢 这倒不用担心 我们希望用最近技的价格 最先进的技术平台 协助台湾生技产业 加速临床前药物开发的速度 目前QC细胞株平台的实力 已备受国内外肯定 两年内累积16件 国内外蛋白质生产或细胞株的 开发案件 目前生技中心的QC 细胞平台 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我们在2019年 荣获台湾生物产业协会 颁发的最佳产业创新奖 今年5月 日本最大CIO公司 Cinic Bio 也看重QC的细胞株潜力 与DCB签订MOU 成功推进到日本市场 相信 未来QC 会扮演更重要的 蛋白质药物推手 生技市场的明日之星喔